大家好,我是小红 关注老年养生 关心老年人身心健康 观看前请您动动手指,点点订阅 您的支持是我更新的动力 现实中有些男人喜欢中年女人 但不懂得用什么方式跟她相处 导致错过了很多机会,非常可惜 其实,想要和中年女人拉近彼此的距离 并不是一件难事 关键在于,你得找对方法 如果你盲目付出或者用错了方法 不仅难以打动她的芳心 而且容易让她讨厌你 毕竟中年女人非常成熟 她们对感情和生活有了更深的认识 格局较高 如果发现你是肤浅的男人 言行举止很轻浮 肯定不会接受你的追求 拒绝交往是常见的事 因此,男人追求中年女人 一定要花一些心思 用正确的方式来跟她把关系搞定 最简单有效的方法 乐过于学会跟她聊天 当你掌握了聊天的技巧 相信很容易走进她的心里 一般来说 中年女人搞好关系 不妨多聊以下三个话题 别不懂 中年女人都是经历过生活魔力的女人 她们对感情会更加现实 想要真正打动她的心 就是跟她多聊现实的生活 一方面让她看到你的真诚 你愿意跟她过平淡的生活 成为她的依靠 这就是让她心动的方法 另一方面 你能够把感情落到生活当中去 也体现了成熟稳的一面 这样会让她更加放心 男人想要和中年女人搞好关系 一定要走入生活 只有在生活的细节里 让她看到你的真心 她会放下顾虑 跟你交往 否则你总是跟她说一些 不着边际的话 许下一大堆空白的承诺 她怎么可能接受你呢 中年女人都不傻 她们一旦看不到你的行动 便不会相信你的甜言蜜语 自然会拒绝你了 所以男人追求中年女人 一定要跟她谈生活 让她有一种踏实的感觉 这样她才会接受你 跟她交往时 你需要从生活的细节中 关心她 照顾她 给她最好的温暖 比如平时发消息 问她过得好不好 但凡看到有需要 你就要及时出现 替她解决 再比如在生活中 你可以经常给她一些体贴的照顾 送一次礼物 给她做一顿饭菜 这都是打动她的地方 跟她聊天时 多聊对方的生活打算 让她看到你的真仇 当你有充分的计划和能力 让她拥有安稳的生活 如此她才会放下矜持和顾虑 放心地跟你发展关系 只要你不辜负她 这一生她都会陪伴你 二 聊经济状况 向她展示你的能力 中年女人 打都有一定的经济基础 她们很难接受 跟自己不匹配的男人 如果你的条件很差 也没有上进心 可能会被拒绝 因为中年女人想找的对象 是个有能力的男人 有较好的经济基础 能够保证生活的稳定 当你的条件能够跟她匹配 能够给她温暖而安稳的生活 她才会接受你 愿意和你走入爱情 因此 男人想和中年女人搞好关系 一定要多聊你的经济状况 让她看到你的能力 只要你展示出真实的实力 能够给她带来一定的安全感 她就会欣然接受你 所以和中年女人聊天 男人不要说那种轻浮的话语 而是要有意展示你的实力 比如你主动透露 目前做什么工作 月收入多少 未来的发展空间如何 以及有没有房子和存款等等 这些信息 你要不轻易地让她知道 这样不动声色地展示了自己的实力 她肯定会对你更加青睐 其实中年女人并不需要你付出多少钱财和物质 而是在乎你的决心 有没有爱她的态度 以及对未来生活的保障 这就需要聊天时掌握技巧 既不刻意夸大 也不深藏不漏 而是要适当地展示你的经济实力 当中年女人 察觉到你有能力给她幸福 是值得托付的男人 她肯定会放下顾虑 跟你交往 三 聊彼此的心事 加强情感上的交流 中年女人最渴望的 就是能和信任的男人聊心事 她们的情感需要释放 以便于上生活 过得更轻松而快乐 因此 当你和中年女人聊天时 不妨多聊彼此的心事 这样有助于增强情感上的交流 比如你可以主动跟她聊爱情的经验 对婚姻的看法 以及关注女性成长的一些话题 这样做的好处在于 她会觉得你很懂女人 也尊重女人 瞬间就能产生信任的感觉 因为女人和你在一起 将会承担婚姻里的琐碎 可能会付出很多 如果得不到你的认可和尊重 她心里就会失望 所以你要提前打消她的顾虑 用签证的语气告诉她 你会在婚姻里承担什么 会如何体贴另一半 以及两个人在一起后 若是发生矛盾了 如何解决等等 而且你要让她知道 你是一个很关心女性成长的男人 跟她在一起后会呵护她 让她过得更好 更自由 如此她感觉到你的真心 觉得你有爱她的态度 她才会放心地和你在一起 总之在感情里 男人学会跟女人交流情感 懂得欣赏她 尊重她 迟早都会打动她的心 和她共复爱河 情感际语 总结来说 想和中年女人搞好关系 不妨多聊这三个话题 聊现实生活 让她看到你的真诚 聊经济状况 向她展示你的能力 聊彼此的心事 增强情感上的交流 男人追求中年女人 要掌握一个原则 在她面前成熟稳重 有一定的实力 有爱她的态度和行动 把这些落实到聊天当中 以及生活的相处当中 让她切身感受到你的真心 相信会很快接受你 想要追到中年女人 顺利发展亲密的关系 男人还是要用点心 只有这样才能俘获她的放心 遇见缘分 能够牢牢把握 并且用正确的方法去感动她 必定会抱得美人归 最后感谢大家的观看 希望这个视频 能给大家带来帮助 如果觉得对你有用 别忘了给小红点个赞 或分享给身边的人 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 讨论哦